在台湾创立第一个心智障碍者收容机构的美国神父 甘惠中来台50年 一直专注在儿童特殊教育 他曾经说过台湾就是他的家 不止一次表达希望拿到中华民国身份证 不过碍于法令规定 甘神父必须要放弃美国国籍 现在政府打算修法 甘神父有希望可以拿到中华民国身份证 看着身心障碍的儿童 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白发老先生 就是来台湾超过50年的美国籍神父甘惠中 刚来到台湾时 他发现台湾在儿童特殊教育方面的不足 于是在台南创立台湾第一个心智障碍者收容机构 也推动儿童特殊教育和发展持款儿的早疗教育 在台湾住久了 让他也想要成为中华民国国民 身份证也可以投票 没有现在不能投票 我可以付税 我现在也有付税 虽然早就拿到永久居留证 也得到最佳公益和医疗奉献等殊荣 但碍于国籍法 甘神父得放弃美国国籍才能拿到台湾身份证 让他觉得很不公平 你去美国 你去哪一个国家 可以拿哪个国家的身份 也可以保留台湾的身份 为什么外国人来台湾要拿身份证 还是要放弃他们原来的身份 对于甘神父的诉求 内政部表示目前正推动修法 对有特殊贡献的人 可能有条件开放 不必放弃原国籍就可入籍 甘神父强调不放弃美国国籍 是为了方便回去探望家人 但台湾是他的家 以后也要死在台湾 如今只能希望法案尽早通过 让他如愿 为了改善一届五大接空 以及护理人力不足的问题 卫福部去年提出了改善计划 终于有了明显的成效 根据调查发现 今年五大科的住院医师 招收率有达到八成 一届内外妇儿 急诊五大科不仅纠纷多工时长 还有不少住院医师 在训练期间就转工其他科别 卫福部去年提出改善计划 在多项措施下 五大接空的危机逐渐改善 光是今年五大科 住院医师招收率已经达八成 急诊科更高达九成 但儿科医学会认为 儿科的人力还是不足 区域医院几乎没有小儿科 住院医生 区域医院很多训练完的 这些住院医师 他们就会出去开业了 最近儿科整体说来 并不缺医生 但是呢 因为训练完的时候 就去开业 所以你是留在医院的 相对是少 大概只有不到四成 至于妇产科方面 卫福部表示 在推动医疗纠纷 处理法案立法 以及事办生育事故 救济补偿制度后 医疗纠纷的件数减少11% 其中产科更减少了77% 让住院医师 开始愿意选择妇产科 在面临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城乡不均衡的问题 就是说 在都会区的妇产科医师 基本上量是够的 可是在偏乡地区的妇产科量 基本上相对是不足的 所以国家如何提高诱因 让这个偏乡地区的 医生能够维持他们的运作 而且能让我们的医生 医生能够到偏乡地区做服务 其实最重要的 根据妇产科医学会的统计 目前全台职业的妇产科医师 只有2600人左右 平均年龄53岁 比起其他科高出许多 医学会仍担心 未来10年面临医师的退休潮 到时候如何招收足额 并留住住院医师才是重点 记者吴雅宇徐启峰台报道 老人家普遍有关节退化 以及疼痛的问题 不少人会吃葡萄糖胺 来改善症状 但是因为国内外 陆续有研究显示 葡萄糖胺对于膝盖关节退化 并没有具体疗效 因此健保署打算 在年底之前取消健保给付 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会吃医师开的葡萄糖胺 等保健食品 来保养膝盖关节 不过健保署打算 今年内取消健保给付 也就是说 未来民众到医院看诊时 恐怕得自费或换药 最近也有一些文献报道出来 就是说它的疗效 其实还是有一些争议的 那我们是不是也把这个钱 就是用在我们 比较急重症的那个用药上面 健保署表示 现行规定 使用葡萄糖胺制剂 必须年满60岁 有膝关节炎达半年以上 而且X光片显示 病程需在第三期以下 才能给付 平均每年患者人次达到70万 去年健保支付总额为1.4亿元 而医师也表示 葡萄糖胺与增加骨质密度无关 服用后可能效果有限 吃到里边 然后跑到关节里边 真正会让它生长软骨 这个大概很多用科学方法 大概都没有办法证明这个 医师表示造成膝关节疼痛的原因很多 必须详细检查 光吃葡萄糖胺不是办法 因此建议民众可以多吃黑木耳 鸡爪等含有胶齿软骨素的食物 也同样有利于修补软骨组织 而这项新措施 还要经过健保会审议通过之后 最快今年底前就会上路 记者赖属于您之间 他会报道 今天的手语新闻通 我们来学学关节的手语 可以用两根指头夹起来动一动 这样就表示关节 关节 或者是双手握拳 关节动一动的样子 这也是关节的笔法 感谢观看